9月18日 日文偷袭沈阳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齐白师非常的气愤 但想着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 会率领部队收复失地 谁知他竟然不抵抗 让东北沦辱日本人的手里 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很多人劝齐白师到南方避难 可70岁的他也无心躲避 只能任品命运的安排了 同一年齐白师的大儿子得了孙子 齐白师有了增损了 四十通堂 这一年齐白师六十八岁 九一八事变后 北平经常有敌人活动 他们仰慕齐白师的大明 经常登门拜访 有的送礼 有的请吃饭 有的要一起照相 目的都是想白拿齐白师的话 好让他们带回日本赚钱发财 齐白师为了躲避他们 就把大门紧闭 如果有人敲门 就让仆人从门缝看 只要是他不愿意见的 就说他不在家 1935年齐白师七十三岁 身体健康情况变差 中国有句话说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七十三岁是一道坎 齐白师带着胡宝珠南行 回到乡潭老家 妻子陈春君已经74岁了 在家住了三天 祭拜了祖坟 不忍别离的悲伤 就不告而辞 悄悄回北京了 这次回家探亲 像是齐白师以为命不久矣 给老家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可是他应该想不到 他其实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是可以看到他玄孙地出生的 早年在长沙 算敏先生给齐白师算过卦 测过八字 说他七十五岁时 流年不利 是一大官 但是可以用瞒天过海的方法破解 1937年 齐白师十几年龄 七十五岁 但可以自称是七十七岁 这样就可以逃过 七十五岁的大官 化险为夷 所以齐白师在七十五岁以后 自称的年龄 都比十几年龄大两岁 这一点是胡适先生 给齐白师编撰年谱的时候 发现的 他发现齐白师的年龄 经常对不上号 问过齐白师 他支支吾吾的 也没说清楚 后来从他家人口中 才了解到了这个秘密 再加上湖南那边 年龄喜欢说虚岁 所以在齐白师的自传中 经常发现年龄对不上号 虚岁加上满天过海的两岁 所以就经常出现三岁的差错 1937年7月7日 日本在北京卢沟桥发动事变 在7月28日 北京天津相继沦陷 原本为躲避战乱 才到北京定居的齐白师 这次却也躲不过去 心里大受刺激 辞去了教授职务 从此决定闭门不出 不和外界接触 这是一位深处乱世中的老人 有心无力的一种反抗 也是乱世中普通人的脆弱和无奈 虽然齐白师闭门不出 但登门求见的人非常多 很多汉奸头子去找齐白师 请吃饭照相 送东西拉交请 或者请他去参加什么圣典 齐白师总是万言拒绝 但又怕他们纠缠不休 于是就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写的是白师老人心病发作 停止剑客 这个心病有两层含义 一是他确实有点心脏病 第二指的大概就是 国难当头的悲痛之心 和对敌伪汉奸的痛恨之心 但战乱年间物价飞涨 齐白师还需要卖化刻印 来维持生活 于是在纸条上面又写明 如果需要卖化刻印 请到男子店接班 那时候很多奸商发了财 都想买点字画 挂在家里装点门面 因为齐白师的名气太大了 所以他的卖化生意 就依然好得很 简直都忙不过来 有很多敌伪大官 也经常登门求齐白师的话 齐白师对他们非常痛恨 但有时又不便当面拒绝 毕竟可能给自己招来祸断 后来齐白师在门上又贴了一张纸条 说中外官长 要买白师画的 让代表人过来就可以了 不必亲自前来 从来官不入民家 官入民家主人不利 仅此告知 恕不接见 还另写纸条声明 不讲话价 不去吃饭 不照相 而且标明了价格 一尺六块银元 卖画不论交情 请按价出钱 并且声明不要带人介绍 不会给介绍费的 直到日本投降后 才把这些纸条 从大门上接了下来 1940年 陈春军去世 中年79岁 第二年 亲友劝齐白师 把胡宝珠扶证 于是齐白师 邀请在北京的亲友 到现场作证 举办了扶证典礼 立胡宝珠为祭祀 只是好景不长 两年后 也就是1943年中 胡宝珠病逝 中年42岁 这一年齐白师80岁 据说胡宝珠是难产而死 但在齐白师自传中 并没有说明 只是说病逝 难产而死 是齐白师自传的 笔录作者张刺希 在他写的其他的书中 说明的 1943年 为了避免敌尾的骚扰 齐白师在门上贴了四个大字 停止卖画 从此不管是难指电 还是朋友介绍 一律谢绝不卖画 齐白师是一个 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一方面要保护家人 一方面对敌尾十分痛恨 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来往 这也是他无奈之下的选择 虽然说齐白师停止卖画 但并没有停止画画 他那个时期画了很多 鲁瓷 老鼠 螃蟹 不倒翁等 来讽刺敌尾汉奸 毫无人性 和横行霸道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鲁瓷舟和群属图 不知道那个时候 齐白师有没有想起小时候 他爷爷对那些乡军士兵的斥责 历史总是时不时的给人们重新上演新的节目 只是小丑和恶人永远不会缺席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扮演着不同的丑恶角色 但角色内容不尽相同 他们会想尽办法来得到权力 然后利用手中有限或者无限的权力 来欺压良善 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 战争受苦的永远是平民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也没有天诛地灭的恶人 只有争斗失败的野心家 屠龙的勇士也会变成恶龙 从清朝末年的旧官僚 到后来腐败的国君 再到沦陷后的敌尾汉奸 他们很可能是同一批人 只不过在不同的舞台上 穿着不同的衣服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没变的是 他们一直都是丑恶的小丑 1944年 也就是胡宝珠去世后的第二年 朋友介绍了一位夏文珠 来照料齐白石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 46年 齐白石恢复了卖画刻印的正常生活 中华全国美术会 在南京举办了齐白石的画展 齐白石带去的200多张画 全部卖出去了 收到的是国民党的法币 一捆一捆的很多钱 等回到北京以后 发现连时代面粉都买不到 1947年 法币几乎成了废纸 一个烧饼卖到十万块 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到20万 到饭馆吃一顿饭就要千万以上 后来呢 改换了金元券 一元折合法币300万 可没多久 金元券就比法币贬值更厉害 很多人开始囤积物资 把齐白石的画 也当作硬通货囤积起来 拿着一堆的金元券 去买齐白石的画 一买就是几十上百张 齐白石的桌子上 金元券堆积如山 可有时候一张画换的钱 还买不到一个烧饼 齐白石只好再次暂停卖画 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 在离开之前 带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 还劝说社会各界 知名人士也一起离开 齐白石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 还跟齐白石说 共产党会查没他的画作 但齐白石没有相信他们 选择留在了大陆 他也是小心谨慎的 生逢乱世不得不谨慎 他吩咐儿子在院内挖了一个地窖 把他的很多珍贵画作和贵重物品 都藏了起来 北平解放后 文艺界代表爱卿 受毛泽东委托登门拜访齐白石 在看到齐白石的房子 已经破旧后 就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立即派人修缮 这让齐白石大为感动 为了表达谢意 齐白石拿出珍藏多年的两方寿山食材 刻下了一对印章 包上以后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随后宴请齐白石 前往中南海做客 他和齐白石都是湖南相谈人 特意为齐白石准备了地道的家乡菜 并且表达了对齐白石作品的喜欢 席间两人相谈甚欢 宴席结束后 齐白石回到家 从柜子里取出珍藏多年的一幅苍蝇图 并补上 毛泽东主席更一年十月七皇 和九十九岁翁齐白石画藏的两个落款 很明确地传达了一个含义 这幅画是齐白石珍藏的精品中的精品 还有一幅海维龙石界 云氏赫家乡的书法力轴 以及一个青石雕花宴一并送给了毛主席表达谢意 齐白石的这幅苍蝇图是早年临摹八大山人的双蝇图的局部 虽然是临摹 但在我看来 从画面意境上来说 已经超越了八大山人 画的鹰只是一只 鹰的羽毛十分的凌厉 单腿站立 昂首挺胸 一副傲然群雄的王者姿态 单腿站立 象征着独立 常见的鹰画 往往是表现鹰的雄壮和霸气 盛起凌人 有时候甚至看到凶恶 而在齐白石的苍蝇图中 看到的不是霸气 也不是凶恶 而是鹰的傲气 傲视天下 傲视群雄的王者姿态 这时候 如果再读一遍毛泽东的那首《沁元春学》 就更能体会到画中所表达的那种 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只是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 为什么一直没有落款 是有心准备 还是精心挑选 就不得而知了 但齐白石 吸金石一般的个人魅力 情商是断然不会差的 齐白石和毛主席交谈过后 深受启发 知道了艺术 也应该与时俱进 加入时代精神 繁养时代愿望 1949年7月21日 齐白石以武党派人士的身份 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0月1日 又参加了开国大典 85岁的齐白石又找到了绘画的新方向 他仅1953年一年 大大小小的作品就有600多幅 1951年 赠送毛主席松赫续日图 画上提拔 毛主席万岁 90岁齐白石 在齐白石的作品中 红太阳并不常见 加上仙鹤松柏 这些传统题材 代表长寿 蓬勃发展 红太阳代表新生的一轮红日 呈现出一派 喜乐融融 祥和 蒸蒸日上的感觉 繁养的正是时代风貌 不久之后 齐白石又重新绘制了一幅 相同内容的画 落款组国颂 以表达自己心中的那份情感 同一年 齐白石还给毛主席 送了一幅菊花图 并在上面用传书写了 已受延年 毛主席校正的提款 1952年 齐白石赠送毛泽东 梅花茶剧图 画中一枝红梅 一壶两杯 寓意悠长 梅味君子 茶寓清莲 清茶半梅香 君子一箱头的意境 有染而生 1952年 齐白石还领先组织 胡社和松丰画社画家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创作了国画 普天同庆 提款为 普天同庆 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周年 并向毛主席 致以崇高敬礼 92岁齐白石提 毛主席非常感动 亲笔回信之谢 除了毛主席 齐白石还给蒋介石 送过一幅樱画 那是抗战胜利后的 1946年 齐白石在南京 举办画展时 恰逢当时的 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 过60岁大寿 齐白石给蒋介石 送了一幅巨幅的作品 松柏高立图 传书四言连 画这幅作品时 齐白石86岁 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这幅作品 齿幅巨大 笔墨老辣 雄鹰傲然地 站立在苍松上 目光炯炯有神 右上角还有柏树枝叶 苍劲厚重 以松柏寓意长寿 画幅左下方 齐白石提了一首诗 松枝垂隐千千草 柏树高拿 淡淡云 天日清明风景好 呼应伟劣八千春 还配有一幅传书对联 人生长寿 天下太平 笔墨苍尽 利透植被 如此书画相称 可谓竹帘闭合 齐白石在给蒋介石 祝寿的同时 也表达了抗战胜利之后 对和平的殷切渴望 这是中国老百姓 最普遍的心愿 在2011年5月22日的 中国加德春拍上 这幅画 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 创下了中国近现代书画新记录 齐白石送给毛主席的苍蝇图 还藏在中南海 如果这幅画拿出来拍卖 肯定会拍出一个 史无前例的天家 另外呢 齐白石和李宗仁之间 也有过一段君子之交 抗战胜利之后 北平一片混乱 粮食短缺 物价飞涨 齐白石生活很苦 李宗仁主动上门看望他 指定专人定期送去 大米、面粉、煤炭等生活物质 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齐白石非常感激 李宗仁的李贤下世 特地画了一幅寿陶 赠送给李宗仁 1948年4月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他到南京就职时 齐白石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 赶工画了二十幅画 赠送给李宗仁 并且情深一重地对李宗仁说 这些画留给你 一旦在政治上失忆的时候 可以派上用场 可是你日后拍卖方便 李宗仁非常感动 他说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卖这些画的 1949年 李宗仁虽然匆忙离开祖国 也没有忘记这批画 随身带到了海外 一直没有变卖 1965年 李宗仁回国前夕 他的亲属 想留一两幅作为纪念 李宗仁再三考虑后 还是拒绝了 全部带回了祖国 1957年9月16日 齐白石在北京医院病逝 一代大师终归落幕 国家为齐白石组织了盛大的功绩仪式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出席 为他医生的荣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齐白石出身平民 靠着自己对艺术的热爱 即便在乱世中 也不断努力 笔不停更 55岁进京北漂 衰年变法 坚持创新 与时俱进 让自己的作品不断地迈入新的境界 齐白石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1955年国际和平奖获得者 他的作品具有质朴清新的农民情感 赋予文人化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 齐白石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者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奋斗中 展现出了凯末般的创造精神 我们读完了齐白石的艺术人生 现在就来个小小的总结吧 齐白石出身贫苦 但也上过学识了字 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这对他后来走上绘画的道路至关重要 要知道那个时代 穷人家庭想要上学识字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历经乱世 但齐白石的人生道路 总体来说还是很顺畅的 曾经跟朋友聊天 聊到如果我们再乱世该怎么办 我就说如果再乱世 我就上街头画像去 朋友哈哈大笑 说乱世别人吃饭都难 还会去买你的画吗 我一想也是 本来艺术就属于生外之物 这里说的生是生命的生 生活的生 只有人们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才会有精神需求 饥荒年代中 有狗吃的就算是天大的幸运了 甚至有青草树叶都能保命 谁还在乎食物的保质期呢 艺术能当饭吃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是这样 但是不管哪个时代 都是有穷人有富人 乱世中也有很多富人 不缺生活物资 他们依然有精神需求 另外一方面 乱世出英雄 乱世中更需要先进创新 不管是哪个行业 齐白石正是在乱世中逆流而上的人 动荡的社会 并没有影响他的艺术之路 或者说卖画生意 从清末的富人 到民国时期的官员 甚至日本人 还有敌伟汉奸 都喜欢齐白石的话 所以齐白石想不成名动来啊 话说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 我认为这是任一生很幸运的事 小时候有条件受到基础教育 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能成家 到了该立业的年龄 能立业 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接着就有老师领进门 学有所成就遇贵人 成名之后又没有经历大的坎坷 一生顺风顺水 死后还能轻视流明 这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人生 在我看来 齐白石的人生正是这样 至少对于大多数 普通穷苦出身的人来说 是这样的 齐白石12岁时就娶了老婆 从此不需要再担心 娶老婆的问题 要知道在农村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事情 辍学后想学木匠手艺 然后就找到了师父 跟着师父开始学手艺 后来重新对画画感兴趣 接着就有恩师胡沁元找上了门 等学得差不多了 就遇到了名师王湘琪 王湘琪又是名人 身边有很多资源 又力推齐白石 把齐白石推上了成名之路 可以说王湘琪 就像是齐白石的经纪人 通过王湘琪的资源 齐白石认识了很多达官显贵 不仅解决了经济问题 还拓展了自己的事业 和更广的人脉关系 家乡遇到战乱 为了避难 不得不背井离乡 进京北标 原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丛林开始是很艰难的 可没多久 就遇到了最大的贵人 陈时增 把他推向了世界 从此便名震海内外 遇到日本人的侵略战争 原本是大不幸 却又能受到敌人的尊重 这种原本只能出现在 小说中的人生 却活生生地出现在 真实的世界里 不可否认 有的人的人生 有幸运的加持 有贵人的帮助 但如果只是遇到 一两个贵人 那或许就是幸运 如果处处于贵人 那就不能仅仅用幸运来解释了 一定有他自身的发光点 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来说 我对齐白石每个阶段画的价格 也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就单独摘录了出来 齐白石20岁 自学绘画时 临摹戒指缘画谱 给人画神仙圣佛 衣服画是一块一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块 27岁正式学画画后 帮别人画像 普通的一幅画能挣二两银子 精细的就要四两银子 大概几千块钱 1900年 齐白石38岁 在湘坦县城 给一位大财主 江西的延商 画了一幅南越全图 横山七十二封 齐白石画了六尺中堂十二幅 延商看了以后十分满意 给了三百二十两银子 相当于现在二十多万 确实很多 这笔钱直接让他在老家 盛典了一个池塘 就是别人拿出来点租的 也就是抵押给你住 到一定的期限 点租方会把钱还给你 你再把池塘还给别人 如果别人不赎回 那池塘就是你的了 点租的价格 可能会比卖价低一些 但应该也不会低太多 也就是相当于齐白石 十二幅六尺山水画 卖的钱 差不多就能买下一个祠塘了 1902年 40岁的齐白石 刻了几个印章给樊帆山 樊帆山给了齐白石 五十两银子作为润资 相当于现在几万块 1905年 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黄兴 请齐白石画了四条瓶 价格是二十两银子 1919年 齐白石刚到北京定居 一个上面的标价是两块银元 1922年 齐白石六十岁 陈时增带着他的画 到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画展 每幅画卖价100块银元 二尺的山水画 250块银元 民国时期 鲁迅在北师大当教授时 月薪是300银元 蔡厄将军时任云南总督 月薪65块银元 一般的工人工资 是5到10块银元 毛泽东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 月薪是5块银元 按购买力换算 民国初期的一块银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400块左右 那齐白石这次在日本卖出的一幅小画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4万块 而二尺的山水画 相当于现在10万块 可以说价格是相当的高了 足够他过上很不错的生活了 1937年 北京沦陷期间 齐白石在门上贴出的画架是 一尺六块银元 1946年 在南京举办画展 200多张画全部卖出 可因为国民党倒台 滥发货币 法币贬值 收到的法币还买不到10袋面粉 1947年 齐白石有时卖一幅画得到的金元券 还买不到一个烧饼 2011年 中国加德春季拍卖会上 齐白石1946年画的送给蒋介石的松柏高利图 称交价是4.255亿元 2017年 北京保利12周年秋季拍卖会上 齐白石1925年画的山水十二条瓶 以8.1亿元落锤 加上佣金 一共9.315亿元 称交 成为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 齐白石性格很耿直 特别是在金钱方面 很较真 甚至是有一点小气抠门 这话刻不是我说的 是书中续言的作者说的 1941年 齐白石和好友朱祁璨 因为刻印的事情差点翻脸了 原因是朱祁璨 请齐白石帮他刻四个印 要求高 要刻的字也比较多 可他却没有提钱的事 这可直接戳中了齐白石的痛楚 齐白石很生气 说这种朋友不交也罢 然后就没有课 把石头还给了朱祁璨 齐白石对买画给钱 是很在意的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加伦就说过 他和几位朋友去拜访过齐白石 一进大门 就进内院的门上贴着画的价格表 进到客厅 又看到墙上也贴着价格表 心生反感 觉得画画是一件风雅的事情 这么直白的标明价格感觉很不理解 可后来了解到齐白石为了生活奋斗的生平后就释然了 艺术这个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是风雅 是乐趣 可对贫苦的从业者来说 艺术先是用来活口的工作 然后才是风雅 齐白石也不是说 每一幅画都要收钱的 他很明白 什么画该挣钱 什么画该挣情 有一次 齐白石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 满座都是有钱人 他们看齐白石衣服穿得很普通 又没有人和他寒暄 谁都没有理他 尴尬了半天 后悔不敢贸然过来 讨个没趣 想不到后来梅兰芳来了 对他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 满座客人都很惊讶 这时候才有人过来和他敷衍交流 齐白石的面子总算是圆了回来 事后齐白石很用心地画了一幅雪中送探图 送给了梅兰芳 还提了一首诗 有一句是 而今沦落长安市 姓有梅郎时姓名 还有一次 是在日本侵占东三省后 有一位叫做司马明秋的姑娘 给齐白石写了一封信 信中表达了对齐白石的崇敬 并且说自己也是学画画的 他的美术老师收藏有一幅齐白石的菊图 日本空袭东本时 他的美术老师被炸死了 临死前还惦念着那幅菊图 可惜画已经被炸的 只剩下了四分之一 后来这幅画就跟他一起葬了 空袭中司马明秋的父母也被日本人炸死了 他漂泊到了北平 准备南下到云南边做工边学画 齐白石看过信后非常感动 立刻画了一幅菊图 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司马明秋寄住的客栈 亲自送画上门 并且让他的老婆胡宝珠悄悄地把200块钱塞进司马明秋的一件衣服里 那时候的200块可不是现在的200块 那可是200块银元 句话象征着高洁的生命 就像他的美术老师对画的热爱 齐白石希望这幅局图 能带给这位姑娘人生的希望和生命的勇气 齐白石的一生跨越了清末 民国 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 见过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和历史变迁 有爱有恨 晚期的很多作品中 也表达了很多心中的不满 齐白石画的不倒翁是讽刺旧社会的官僚 画算盘是揭露剥削的罪恶 画螃蟹是痛恨敌尾汉奸的横行霸道 画鸽子是象征着爱和平 齐白石说 世间类似不倒翁的人有很多 前清时代顶带花铃 民国时候把辫子一剪 穿着中山装 依然是革命党中的大官 日本人来了 摇身一变又是什么长什么长的 时代再变 他们总会顺应时代 永远不会倒下 1905年 齐白石有一次在桂岭参加一个聚会 有一位前清的小官和一位和尚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原因是 西间有人做了一首讽刺青王朝的事 那位和尚趁着酒意 说了很多不满青王朝的话 引起了这位前清小官的强烈不满 他认为皇恩浩荡 国家当时的混乱不是腐败的秦王朝造成的 而是因为像康有为梁启超之类的知识分子弄乱的 内部乱了 所以给外敌提供了入侵的机会 和尚跟他激烈的争吵了起来 不欢而散 多年以后 齐白石再次见到那位前清的小官 他已经是国民党中的高级参谋官了 而当年的那位神秘的和尚 却正是后来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元勋 黄兴 只是黄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就已经与世长辞了 可是当年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小官 现在却做了国民党的大官 真是非常的讽刺 不知道这位小官 后来有没有做过日本人统治下的什么掌 有一种人 他们没有坚定的价值观 只有利益观 哪边对自己有利就倒向哪边 不利了又重新倒回来 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纵然是跌跌撞撞 也永远不会倒下 过去有 现在有 将来还会有 这就是不倒屋 有一次有人求齐白石画一幅发财图 齐白石说 发财的门路有很多 画什么内容好呢 画武财神赵公明怎么样 那人说不行 齐白石又问 画官夫官印之类的如何 那人说不好 齐白石又说 那画刀枪棍棒绳索之类的怎么样 那人也不喜欢 最后齐白石说 画算盘怎么样 那人非常高兴 说太好了 能挣别人的钱还没有风险 而且还有仁义的意义 于是齐白石一回而就 给那人画了一幅算盘 世上总有那么一群人 明明是他在压榨你 还得让你对他感恩戴德 好像没有他 你就活不了了 你的一切都是他的恩赐一样 是的 996是福报 经常遇到很多人说 有些名人名画看不懂 但如果你了解了画家的生平 再去看他的作品 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但是对于画的价格 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就像钻石的实际用途 我就知道它能切玻璃 但为什么那么值钱 我想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好了 齐白石传到这里就讲完了 希望大家能有所感受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观看